各位觀眾大家好 過去幾天我們持續受到的 熱帶性地域 以及西南汽流的影響 雨量都相當的多 單單以8月7號這天來看的話 台灣地區在屏東的霧台 就已經有超過1000毫米以上的雨量 而在高雄六龜也有700多毫米 阿里山500多毫米 這樣的天氣形態 從明天開始就會有所改變 目前來看的話 太平洋高的屍體會逐漸的增強 我們來看雲土 台灣在這個地方 從日本一直到台灣這上空 其實就是一個低壓帶 台灣地區正好在低壓帶南遠 吹的當然就大範圍的西南風 台灣地區除了東邊這一塊 比較旺盛的雲氣 已經稍微離開台灣地區 不過台灣地區受到的是 西南風的是這一塊 不斷的一些雲層跟水汽 送到台灣地區 受到地形跟大氣環流的影響 中南部地區下了非常多雨勢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今天降雨的情況 今天在中午之前 主要當然還是在我們的南台灣地區 特別在嘉義以南地區 都有明顯的降雨 其中台南北門這個地方 在幾個小時之內就已經下了 將近219毫米 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有來到130毫米以上 其他地方午後還有一些熱隊流的發展 將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山區的部分 都有一些強隊流發展的情況 可能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未來高壓的增強 西南風會減弱 但是午後雷震雨的機會 是要逐漸增多的 我們以未來的雨量趨勢來看 就單以禮拜二這張土來看的話 明天高壓要開始增強 所以西南風當然會逐漸減弱 中南部這一塊的降雨 有稍微趨緩的機會 但是午後雷震雨的機會 卻是明顯的增加 所以未來的天氣的話 可能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就是 午後雷震雨山區會有強降雨的情況出現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整個天氣的土的情況的變化 台灣地區屬在第二代 太平洋高壓在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明天跟後天之後的變化來講 變化不大 我們可以看到太陽平洋高壓犧牲 它的犧牲的邊緣就在台灣附近 那代表著高壓的強度 沒辦法來抑制午後對流的作用 所以午後對流雲的情況會越來越明顯 山區的強度會越來越強 最後提醒大家兩個重點 第一個 高壓明天開始增強 西南風強度要逐漸減弱 所以午後雷震雨的機會 是要逐漸增加的 要特別提防的是山區有大雨發生 第二個重點就是 雖然午後雷震雨增強了 但是西南風的強度減弱 降雨是有渴望趨緩的情況 但是連續下雨下那麼多天 山區的含水量高 土石是容易鬆動的 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山區還是要嚴防貪方落石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